他連30秒以上的影片都叫長片 30秒以下是最棒 最好是20秒讓我了解 天黑了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能幹嘛打爆而已 他不然你還在幹嘛 哈囉大家好我是189 那隨著短影音啦 在這幾年啦 迅速在這個市場上崛起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啦 不只這個短影音啊 抖音啊什麼Short啊 IG的reels之類的好 就是很多人漸漸也會把那種電影 他需要沉浸式 他需要去一個氛圍 讓你去體驗這樣的一個環境 即便是連電影 尤其是中國那邊 他越來越會把這種電影精簡 包含這個解說也好 包含這個 他演繹了一個新的一個劇情 但是他就是完全是按照那種 很快很快很快的那種節奏 沒有邏輯沒有內容 都在衝他小 然後就把它變成一個電影 雖然這個電影也是一個長片 二十幾分鐘 但是他就是把不同的 每個一分鐘的都接起來 好像微電影的總合 對 但是這個電影雖然老實說就是 看得很快就不知不覺看完 但是意義在哪裡有什麼內容 好像也沒有 你看完你得到了什麼 會不會就是以後我們真的可能10年後15年後 我們真的進去電影院看到的電影 會變這樣 你能想像拿破崙 你在看拿破崙的時候變成這樣嗎 拿破崙登基 然後跟那個他的老婆結婚稱帝 然後30秒過後 三皇會戰 再30秒過後 我滑鐵路 拍殺小啦 太碎片化的資訊了 細節重點過程發生的原因呢 這些 大家都越來越不在乎了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劣幣 驅除良幣 我覺得有點這樣子 就是很多東西 新聞媒體類的 或是這種 需要大家去思考的東西 真的沒有辦法碎片化的呈現給各位 但是如果我們不碎片化的話 不倒流的話 又沒有人要看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這樣 快速簡單二要 快速簡單二要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 你已經要對這個東西 有一點認知的前提 不然如果大家都沒有這個前提 你怎麼簡單快速二要 那這樣校長就是 大家越來越無腦 大家越來越無所謂 那我覺得我們先幫大家定義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行業 所謂的短影音跟中長影音 跟長影音是什麼區分 那我們通常講短影就是一分鐘以下 中長影音我們會說一分鐘到五分鐘 長影音就像五分鐘以上 我覺得這個定義有越來越短 像以前可能 大家說的長片是十分鐘 甚至十五分鐘以上 那現在越來越收短 因為據我所知 現在越來越年輕的人 他連30秒以上的影片 都叫長片他都不看 30秒以下是最棒 最好是20秒讓我了解 那我可憐啦 所以科目上如果跳超過30秒 就是長影音 你能想像嗎 老師在課堂上教書教20秒 一本書的課本教20秒 你是天才喔 那哆啦A夢那個記憶吐司 硬上去吃掉你就背起來 不可能啦 就是短影音崛起的原因 我們歸類可能有幾個 比較主要的因素吧 第一個是大家的注意力下降 所以這會不會是造型 短影音崛起的原因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傳統媒體的時候 我們去等一些電視廣告 一分鐘三分鐘 我們小時候都等得很有耐心啊 但是現在新媒體發起之後 你會發現 大家在YT上面等個10秒之後 廣告都覺得很煩 略過略過略過這樣 我覺得因為是大家的時間越來越不太夠用 再來就是以前啊 因為古早時代 它的誘因沒有那麼多 它的娛樂沒那麼多 現在我們的娛樂選擇太多了 我們不想要浪費我們的娛樂時間 去等待這件事情 而且其實人是有劣根性的 因為不代表說 以前古人會特別的有耐心什麼 如果你把現在的科技帶回到古代 我發現說大部分的古人 絕對也是像現在的人這樣子 所以這是人的劣根性的問題 我真這麼覺得啦 而且古代說真的 天黑了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能幹嘛 打炮而已 不然你也能幹嘛 所以你覺得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大家的時間要選擇太多了 應該也不是說時間不夠 選擇太多了 導致你都想要 都想要的前提也不可能嘛 所以你必須得捨去三間 就是我們家能用的 汕流平台太多了 而且不只這方面 譬如說我要出國嘛 那我出國我的時間也是很零碎的 我也不可能看完一支長片 等飛機的時候啊 或是上小號大號的時候啊 脫行李的時候啊 幫盟友拿東西的時候啊 陪他買冰淇淋的時候 真的沒時間看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現在其實 越年輕的人越有這樣子的現況 就是想要在30秒裡面 達到最大的刺激跟感受 其實我爸我媽 他們現在可能 接受不太了解 那些東西 他們還是喜歡看長片 可是我看很多老人 也是在看那個 短影音農場新聞的講解 就是很快2、30秒就講完嘛 我看也是很多耶 然後就相信了 拜登是蜥蜴人 之類的 所以我們有發現說 像我們這樣的啊 的長片 有啟程鑽合啊 其實不要越不吃香 是因為大家一天的休閒 一個時間有限 再來第二個是 FB IG 跟YT的社群名還 使用年齡越來越高了 年輕人是不是需要一個 同溫層的機率 比如說 以前可能我在 玩臉書的時候 我爸我媽開始加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淘到IG去 但是現在可能 我在用IG的時候 我爸我媽加我了 我趕快調到T-Tok去 你覺得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自己是這樣發現啊 我也是在歐美有旅遊過一陣子 我發現其實 歐美的人他的面向還是偏向在IG 年輕人也是啊 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會有一些平台跟一些人說 IG是 老人在用的 我看那個 街上也是有人在弄那個抖音拍reels 歐美很多啊 最近那個 俄羅斯的一個歌曲好紅哦 大家也是在那邊拍啊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是多角經營 他們不是說 我只經營T-Tok 我就不經營 所謂的 Instagram 他們 兩邊都是同步在做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會得出 IG是老人在用的 你知道我之前用IG的時候啊 然後被0.0嗆說 是老人在用的嗎 然後我就 我媽媽的內心很受傷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我才20幾歲 然後結果被一個0.0嗆說 你他媽老人 所以你看嘛 就是大家越來越精簡化啦 包含20幾歲都被說是老人 所以你看30秒以上 他都可以叫長片 所以未來是5歲以上是老人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的價值觀是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的價值觀有點變態 非黑即白 中間那一段灰好像都不見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知道其實我們有看過很多 各個社群平台嘛 我們就是風氣上面的不同 也有可能是造成轉移 他們就會寫的 像是我們TikTok局 上面很多那種舞蹈挑戰 這種是年輕人很喜歡的東西 可是這種挑戰 就比較不會在可能Shorts 或是Reals上面看到 也蠻多啦 像那個 IG就真的是蠻雜的 各種亂七八糟 真的各行各類都有 但是我覺得可能抖音 還是TikTok它會比較純粹一些 跳舞的偏多吧 YouTube的其實也蠻多的 很多老外也是在拍這個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 那你要問年輕人啦 我不是年輕人啦 我不是年輕人 我沒有在跳舞 其實我對跳舞 這塊我都是 我不在乎 我也不喜歡跳舞 所以我對跳舞這一點 我就是看到滑過去 我不會特別想看你跳舞 不管你多正 但你覺得可能單純挑戰這件事情 還很多 IG也有 外G也有 對我其實不知道 為什麼年輕人喜歡做這個挑戰 你是覺得說 我跳得很帥很美 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大家在怎麼怎麼想的啦 我覺得我身邊的同溫層啦 我覺得就是更紅 可能喔 這一題我不是很了解 再來就是 我們覺得短而快速的傳播方式 讓他們的注意力比較集中 這個就回到我剛剛前面講過的 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這邊不贅述啦 跳過 這個 我也不會是因為 你比較走平樂性的東西 有趣 洗腦 創意的東西 才會讓大家比較喜歡看 講簡單一點 我們把這個TikTok換成抖音好了 為什麼這個抖音跟小紅書會崛起 他們當然是從中國先崛起才拓到海外 為什麼造成這個原因 最主要最關鍵的就是 中國壟斷市場 中國國內可以用IG嗎 沒辦法 只能翻牆 可以用推特嗎 沒辦法 只能翻牆 可以用Youtube嗎 翻牆 像Google這些東西 臉書這些東西 中國已經先掠過了這一段 然後他一直弄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才 什麼小紅書啊 TikTok啊 在華人圈啊 在什麼什麼圈 海外圈流行 他不是一個自由市場機制 導致的一個成果嘛 就像微信嘛 因為你在中國不能用Line 你不能用WhatsApp 所以我媽的微信 你就變中國的專利 中國最強大 中國最牛逼 你看這是我們的驕傲 可是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市場機制 你沒有競爭機制 你一直在培養自己的東西 當然裡面都有黨支部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的事情嘛 所以很簡單嘛 你在IG上 你在YouTube上 你可以看到各種 罵歐美之韓台灣的 可以看到罵中國的 你在小紅書上 你看不到罵中國的嗎 罵中共的嗎 根本看不到啊 我覺得有一點大家要認知一下 不是說不可以看小紅書 不可以看TikTok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必要進TikTok 或是小紅書 你要知道 他裡面有黨支部 他裡面是什麼性質 我去小紅書看看美妝 這個無傷大小 這沒差嘛 但是在一些關鍵時候 看一些影片 看一些圖片 尤其是談論到國籍 談論到這個國際時事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他只能說什麼話 那他客不客觀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這個認知 再去使用這樣的平台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講實在話 你把小紅書跟抖音禁掉 沒什麼屁用啊 上面還不是可以搬運 過來到IG上的reels 搬運到YouTube上的那個shorts 可以搬到臉書 那自由世界的我們 還是會被這樣的錯誤資訊給侵蝕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用 唯一有用的 還是大家增加自己的媒體試圖能力 跟國際新聞多看 多了解 再來的話就是 你要講講看 這些短營的東西出來之後 對我們這些長營業創作 覺得衝擊的影響是什麼 你是說主頻道還是副頻道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區別的啦 副頻道的話就真的 我覺得就真的是 自己節目就不適合在這邊做 就真的要做那種純娛樂的 然後節奏超快的那種 可能要多用一點什麼貼圖啊 梗圖啊然後那個什麼 AI的那種語音的那種 小哥哥小姐姐 對那種然後去可能去怼你 或是稍微過場的話弄那個 我覺得大概弄那個形式的話 大家會很快就看完 就弄短營的形式去做長片啦 至於主頻道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人啦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還是會想要多吸收一些知識啦 所以我們的這個 看長片的使用年齡的 受眾年紀本來就會 也會越來越大嘛 但是現在也是老齡化 這些人可以活的也是更久的嘛 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說 有內容的長片還是會存在的 只是它當然會比以前更艱難的啦 因為可能大家不是說 每天都想要看那麼緊張的東西 但我覺得 競爭是會變得更加嚴峻 因為畢竟你還要跟娛樂的競爭嘛 包含是我自己 也不是每天在看一些什麼國際政治什麼 我有時候也會看一些腦片嘛 像因為我知道最近那個 show的又很推嘛 短片很推嘛 我又把以前那種什麼跟小粉紅對戰 然後是一些智障的東西 再剪成短片丟上去 那個流量還是八九十萬 一百多萬 兩百萬 所以我還是覺得有吃到啦 這邊也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去年當然也有做過段子 你不是說之後要獨立拍嗎 對 我不是之後要獨立拍嗎 你腳本 你們正在身上 只有我 好好 所以總結一下我覺得 短影印它不可怕啦 它確實有時候可以 豐富我們受傷的心靈 什麼是這個無聊的人生的瑣碎的片段 那我覺得大家不要說 我只要享受這種 我只要 我只要 我只要享受它的 帶來的那個快感 但它的後遺症你要面臨一下 所以不要放棄 偶爾看一下長片 偶爾吸收一下自己的知識 尤其是對於新聞類啊 科普類的啊 或是這個國際情勢類的啊 或是歷史類的啊 我覺得這個都 真的不行去看短影 因為長片 甚至可能都講得不太完整 所以我覺得讓自己成為一個 知識更多更多的人的話 真的不要放棄看這個長片 甚至去看這個電子書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 記得去看我主頻道 你會更不喜歡我是爸 我下次見了 掰